金峰鄉公所为了推广在地文化和传统工艺风景特色 今年度继续举办了发现金峰之美全国摄影比赛 寄出了总奖金超过14万的奖励 希望喜爱摄影的朋友们 可以借着照片让大家更深入的认识金峰 位在台东的金峰鄉 居住着许多排湾族及卢凯族的乡民 是一个具有相当浓厚原名色彩的乡镇 而金峰鄉公所为了推广在地的人文特色 及传统建筑工艺还有碎石技艺 推出了发现金峰之美全国摄影赛 在今年也已经迈入第二届了 希望借此让更多人认识金峰 我们这次大概编了四组的比赛 有关节庆的生态的传统建筑的文化的 这几个四大面向 有兴趣的好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去搜寻 这四大面向我们也提供了 一些丰厚的奖金 那整个活动来说 我们大概截止的时间是9月30号来截止 我们会透过落成花期11月的时候 我们来做颁奖的动作 那我们也会把所有的这个加作的部分 还有所有的奖项 我们有一个类似摄影展 让好朋友们也看见 他们所做的这些还不错的成效 供大家来欣赏 金峰相公所推出的发现金峰之美全国摄影赛 总共分为四个面向 传统建筑工艺组 遵循古法制作美食及在地农作的产物组 传统节庆观光活动组 还有生态风景组 每个组别录取首奖之三奖各一名 加作十名 总奖金超过14万元 有兴趣的民众及相亲朋友们 不论拿着手机或相机 按下快门记录最具金峰特色的照片 就有机会成为奖金猎人 记载起轮 金峰相报道